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是一小点儿 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美味的小点心 凤梨酥 先来熬制凤梨馅 关于凤梨和菠萝的区别 我的理解是它们是同一种水果的不同品种 以及不同地区在叫法上的区别 所以不必过于纠结 做凤梨酥尽量选择表皮泛黄 有微微香气的菠萝 菠萝在采摘下来之后就不会变得更甜了 所以买回家的菠萝不需要放纸 要尽快食用 将菠萝去掉皮,挖掉中间的刺之后 切成四包 把中间的硬芯切下来 把果肉切成大块 中间的芯也不要扔掉 我们会特殊处理一下 全部加入到馅料中去 因为菠萝芯的纤维比较多 所以先放到搅拌机中打碎 然后再加入一下的菠萝果肉一块打碎 菠萝不要打得过于碎 最好还是能保留一些纤维 这样做出的凤梨酥吃起来 才能吃到一点菠萝的存在感 而不是像果酱一样 接下来准备一块纱布 或者做豆浆的滤网布 把打好的果泥放进去 用手挤出里面的菠萝汁 不要挤得太干了 稍微保留一些水分 不然余下的果肉就失去了菠萝的香气 挤出的汁水撇去浮沫 就是超好喝的鲜榨菠萝汁了 下面我们来炒馅 因为馅料到最后会比较粘 所以最好还是使用不粘锅 开小火加入冰糖 将冰糖翻炒到融化之后 继续翻炒到馅料中的水分慢慢挥发 稍微变干 然后加入麦芽糖 也可以用水仪 玉米糖浆等其他单糖来代替 它的作用除了提供甜度之外 主要是提供粘度 糖量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和菠萝的甜度稍作调节 但是也不要放太少 否则馅料会很酸 炒的时候要小火不停翻炒 避免糊锅 炒到这样能粘到一坨的状态就可以出锅了 如果炒得太干了 馅料会不够湿润 将馅料用保鲜膜盖好 保鲜膜要紧贴馅料表面 防止水气的产生 放在室温下晾凉 下面我们来做酥皮 将黄油在室温下软化到手指能戳一个洞的程度 用打蛋器打匀 再加入糖粉 低速混合之后转中高速 打发至黄油颜色发白 然后分两次加入鸡蛋液 第一次搅匀之后再加入第二次 避免因为一次加入水分过多造成水油分离的情况 之后将低筋面粉 杏仁粉 盐 奶粉 一起晒入盆中 用刮刀压拌均匀 直到看不见干粉的状态 如果搅拌盆太小 可以分两次加入粉类 每次搅匀之后再加入第二次 拌好的面团会比较湿黏 先用保鲜膜包好 放到冰箱冷藏一个小时 等到馅料晾凉到不烫手之后 用秤秤凉分份 根据模具的大小需要的用量也不同 馅料和面皮的比例保持在1比1.4左右就好 我的模具比较大 大概需要26克的馅料和36克的面皮 可以根据自己模具的体积进行同比例增减 面皮冷藏好之后也秤凉好 依次搓圆 我的模具根据这个配方可以做12个凤梨酥 小模具应该可以多做一些 拿一个面皮按扁 放入馅料 用一只手的虎口慢慢向上推来收口 这样包馅和皮之间不会有缝隙 面皮如果因为冷藏太久 比较硬而缺乏延展性的话 可以室温放置一会儿再使用 因为我买的这个模具是长条形的 不是传统方块形的 所以为了放入模具需要把包好的凤梨酥搓长 调整一下形状使它恰好能放到模具中 接下来需要按压面团使它填满模具 我剪了一块和模具那边一样大的纸板 包上保鲜膜 按压在面团上 这样面团瘦力比较均匀 表面也会很平整 按压力度不要过大 以免面团从模具下面挤出来 将凤梨酥放在预热到165摄氏度的烤箱中层 烤24分钟 在烤地13分钟之后取出来翻个面 翻面时要小心 凤梨酥要在模具中烤 是为了防止它在烤的过程中膨胀变形 将烤盘放回到烤箱中再烤余下的11分钟 烤好的凤梨酥小心地转移到烤架上 稍微晾凉之后脱模 等彻底晾凉之后就可以享用了 我们自己亲手做的凤梨酥 不含添加剂 不添加冬瓜 没吃到嘴里我就已经闻到了菠萝的香气 吃上一口表皮酥脆 馅到湿润 甜中略带菠萝的果酸 虽然自己做比较费功夫 但是我只想说一个字 直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一小点 我们下期再见